市场上很多大宗商品价格都不断升上去 刚才说了 木金又升 柚价又升 铜更加升到飞气 美银最新的预测 会升到13000元一吨 还要很长时间 原因是现在铜的储备 仅足三个星期的需求 满足度 接着就不够了 铜短缺就升 晶片短缺 几乎很多车企的生产都受到影响 一年木材都说升了几倍 全部都冲上去 CRB、芝士商品研究局指数一大堆 就是量度一大堆商品价格的指数 都升了几年的高位 这些走势配合巴菲特 让大家的通胀是否忧虑也未知 但是先炒了 今天先炒了 所以刚才说的 商品价格就升到飞气了 看到是中国石油 现在最新升4% 走势更加突破了保利加通道的顶部 走势是很强劲的 铜短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您接下来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